OK 跟别人同步 也就是说将来你当然会新增或删除资料 比如说我删除后面几笔资料 假设我删掉2490 未来当然 势必会少几笔 你侧外端如果没有同步的话会产生错误 所以怎么办 所以这地方的话第一步 一上传 二的话你可以利用Google试算表提供的一个功能 我觉得还蛮好的 那个功能就是什么 你可以发布到网路 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一些资料怎么样 把它发布到网路上面变成一个网页 或者变成一个网路的云端资料 都可以 那这边的话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 而且你说这个 这个的好处在哪 第一个你不用加Server 它等同就是你有加Server的那个功能 第二个你想说那稳定性好不好 其实我已经用了超过十年了 也没发生过任何问题 其实Google说在这部分的话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他的Server数量是以几百万来统计的 在什么爱华达州地下的那个沙漠底下 他有几百万个Server 他互相备份就真的比我们自己的Server还安全 所以倒不如 那当然你会有隐私的问题 但尽量不要用他 OK 那我们可以说 接下来上去之后的话 发布到网路 那特别注意哦 他这边会问你几个问题 你是不是要整份文件发布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的话 比如说我只要这个工作表 那我就改 用问题05 那我要发布成什么呢 其实他可以让你选 以前呢只能发布成网页 现在甚至可以发布成CSV哦 这个CSV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窦点隔开的 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哦 那你想说那如果发布出去之后的话 那我怎么跟康爱端去做同步 很简单嘛 你将来你只要把发布出去的网址 写成写到哪里呢 写到VBA里面 他再去抓取就好了 那抓取的时候先把资料先删掉 然后我们就把它再抓一个新的 放到那个我们原来的位置就可以了 所以第一步我们先产生一个网路来源 然后并且删掉几笔看看 然后接下来就是利用什么 发布到网路 档案里面有发布到 然后把这个工作表 我们干脆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网页或CSV 我们先试试看用网页好了 OK,按发布 那你发布之后他问你说 是不是要确定发布 那你要当然确定 不过确定之前 底下还有个设定 这边有没有 内容有所变动的 这个预设是有打勾的 这不用改 OK,除非说你如果不打勾的话 那表示你上面变工 你将来别人抓也是抓旧的 所以这一定要打 所以这不用 那最后的话底下会提供给你什么 一个你的网址 那这个网址也说他已经变成一个网页了 那这个网页你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或者前往按右键 我们前往过来之后 你会发现他现在就会是一个四串表的网页 然后会开放在网路上 OK 所以如果 当然前提是对方要知道你这个网址 他才有办法抓到这个资料 如果他不知道的话 当然就没办法抓渠道 不过这么长一串 说真的要抓也不太容易 然后 所以我们已经知道有这个网页了 OK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来做一件事 待会就是回到Excel 我们可以先把旧资料先全部删掉 然后做什么呢 再把那个东西从网路上捞一下 怎么捞呢 其实你可以利用资料里面的从web 从web他会出现什么 地址有没有 那地址部分的话 我就可以把刚刚产生的这个网址复制起来 然后做什么 把它贴到这上面来 按一个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出现错了 反正不管 你按去 这个时候呢 他会把网路上面的这个表格 让你显示出来 那你只要把它打个勾 按个汇入就可以了 他问你汇入到汇入到哪里 所以你现在正在汇入 那就整个汇入 汇入到A1 按确定 OK 资料正在截取中 整个就全部下来了 但是 因为这个可能还是要手动 那我们如果不要手动的话 你可以把刚刚这些动作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来把它录下来 变成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一下 那 这个资料 待会你们练习的时候 我还蛮谢意 各位可以 把这个资料怎么样 再多删一些掉 因为这两千多笔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下来了 大概也要一下下 所以将来 如果他跑 是要 可能要提示使用者说 正在下载当中 你可能要等待一下 资料尤其多的话 可能要下载更多 但是呢 你会发现多一些东西什么 这边可能多两列 这边可能A栏 所以可能将来这两列要删掉 A栏要删掉 然后最后栏宽怎么样 要自动调整 这样子就OK了 所以请各位先了解一下 现在的话先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用那个 所以刚刚 把它传上去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这个范例主要就是 的 的 的